同学们大家好 这次课呢 我们进入AD9的初体验 人生若只如初见 看看我们对AD9有什么初印象呢 首先说一下AD9的打开 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 在桌面上双击AD9的图标 OK 这样就可以打开AD9的软件 现在我们打开了 还有一种方式呢 把它关掉 就是从开始菜单 找到AD9双击也是可以的 OK 我们看一下AD9的界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诶 它的菜单怎么这么少呢 难道就这几个吗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历程 我们打开一些历程看一下 我们双击打开 好了 现在这个就打开了 我们再多打开一个 然后看一下 自动不现的历程 OK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进入到 首先进入到这个原理图的界面 我们看一下还是这样吗 你看它发生变化了 这就是AD9的第一个特点 它是一种 多形式的菜单 而并不是我只有一种固定的 就是多变界面的风格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就是从进入原理图以后 它的下拉菜单就变多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进入PCB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 PCB的到PCB界面以后 菜单不一样了 工具栏也不一样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多变界面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浮动的工作面板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我在选择PCB的时候 我在这把鼠标放到这 它自动弹出来一个 类似于一个菜单的东西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面板 然后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浮动的 我现在拖拽它 可以放到任何的位置 它是一个浮动的 但是呢 出于工作习惯 我习惯把它放到边上 放到这边上 OK 现在就好了 现在它是一个 为什么叫它浮动面板呢 因为它只有在我用的时候 它才出现 我不用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隐藏的 像这个文件显示的这个面板 那如果 我不用它的话 鼠标放在其他位置 它自动就消失了 鼠标再放到那 它就自动又出来了 然后如果我们想一直看到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看这有一个图钉 类似图钉的东西 我们把它钉一下 OK 这个就不动了 它就会一直在这 我现在鼠标一开 放到这个位置 它还是显示在这 然后我再把它 拿起来 看看 现在呢 又会消失了 这就它第二个特点 浮动的面板 我们看一下它第三个特点 就是多种标签的使用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我在选择 PCP版图的时候 我选择是 projected的这个标签 然后呢 在文件的这个标签呢 它是另外一种显示方式 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有标签呢 右侧也有标签 这是我们库文件的标签 然后呢 下侧也有标签 系统标签 设计的标签 帮助文档的标签 这个我们特殊介绍一下 这个 耗普文件的标签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 耗普里头选择第一个呢 是知识中心 就是相关的一些帮助文档 然后如果英语特别好的同学呢 可以就根据这些帮助文档 来深入的看一下 你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AD9这个软件的使用 还有一个 耗普里头还有一个功能 叫做shortcut 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是什么东西呢 很清晰的能够看到 这是一些相关的快捷方式 快捷键的 新文件 当我们在进入到 熟练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能经常会用到 这些快捷键 每个快捷键如果记不清楚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个 标签里头 直接找到它 好的 这就是 AD9的第三个处印象 多种的标签 使用 然后第四个特点的 就是语言本地化 经常我们会用一个 英文版的软件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喜欢把它焊化 然后AD9这个软件呢 你不用额外的装什么 焊化的文件 它自己本身自带一个 本地化的历程 我们看一下效果 在DXP这个下拉菜单底下 选择这个 Performance这个 菜单 然后呢 这有一个 本地化的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选择 use OK 它会有个提示点 OK 然后我们应用一下 OK 这时候Mouse 什么都没有改变 对吧 然后我们呢 把它关闭 再重新打开 看一下效果 我们再打开一下 见证奇迹的一刻来临了 我们看一下菜单 自动地就焊化了 是吧 然后呢 趁此机会呢 我们也了解一下 这个 窗口试图的问题 因为它的 朱体验 第五个特点 就是 多窗口显示 我们先打开 现在是打开两个 我再多打开两个吧 这个比较杂乱 我让看上去 所以现在特别多 然后呢 这是打开了四个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 窗口 排列 它就会平铺显示 这四个不同的文件 然后 让它水平排列 OK 它就是现在是水平排列了 四个文件 然后 垂直排列 垂直排列了 一 二 二 三 四 四个文件 然后 水平排列所有的窗口 因为现在我们窗口都打开的 所以它跟这个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么垂直排列 所有的窗口 这个应该是我们打开多个窗口的时候才行 它现在基本上还是把它当成一个窗口了 OK 好了 现在我们全部关闭 关闭文档 每次关闭的时候 它呢都会有个提示 就是说会不会要保存这些变化呢 因为这个我们是要用的它本身自带的一些历程 所以我们就不保存这变化了 选择no OK 然后呢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些 这是它的第五个特点 多窗口显示 好 我们看看还有一些 哪一些是系统相关的设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用户自定义呢 DXP底下第一项 用户自定义 用户自定义呢 会是可以让你自己定一些功能 按钮 包括快捷方式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修改它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如果你自己特别有时间 然后也自己特别想做一个自己用着顺手的东西 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版主文档 然后把它实现一下 修改一下你想要的一些工具 工具调了 或者是快捷方式了 可以修改一下 这都可以编辑的 我们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然后第二项呢 是优化显向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利用 本地资源的一个汉化 使用了这个功能 就是在这个面板底下 然后呢 这个重启 最近工作台呢 就是说我每次打开的时候 每次打开这个AD9软件 它显示的都会是我最后一次打开的文件的情况 如果我这个不构选呢 它就会 应该是显示 没有文的打开 肯定自动显示启动点页 这个我们默认就选择重启最近的文档 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嘛 就是我每次打开的时候 默认我是最后一次打开 就是我想打开的那个文档 然后这是一个 为了有视图相关的一个页面 自动保存桌面 然后恢复打开文档 然后这是面板相关的 弹出延迟 隐藏延迟 就是当时我演示的时候 鼠标移到一边 那个这个弹出面板 就会自动隐藏 然后呢 我把鼠标放在这儿呢 它就会自动弹出 这是调整它的一个延迟速度的 然后使用动画 动画速度的话 这个我们就是直接用默认的好了 我们不再做调整 如果你有需求 你再做调整 常用面板的比例 这个我们也不做调整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下一个 release 发布的文件设置为主读 这是一个针对 多人操作系统的一个设置 就是我发布完了 然后你只能读它 没有修改的权利 这个跟我们工作中关系不大 然后这是一个外部相关的一个页面 你也不管它 这是让登录 用户名和密码 这个也是多用户的时候才有需求 我们不用理会 这是那个浮动窗口的透明度 这个页面呢 就是调整这个浮动面板透明度的 我们一般呢 不用过多的对它进行设置 只要保持它正常源 出使设置就好了 因为主要这个面板 浮动面板的话 我们还是跟我们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相关 跟透明度关系不大 这个是一个导航模块的一个设置 我们也就选择它默认的吧 这个是一个预览功能 就全选上 就OK了 这是自动保存 然后我建议这个一定要勾选上 因为我们有这个 我们画的图其实也很辛苦的 然后如果画到一半 或者画到马上要结束的时候 突然断电或者系统崩溃了 那我们很多的工作可能就白费了 所以我们这个最好是要勾选一下 然后保存时间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调整 保存路径也是 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进行去调整 然后这是项目的一些 先是反冲显示啊 这个也就选择默认的好了 文件类型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AT9的关联文件类型还是相当多的 CM Code CM Code 这些Laborate 输出的一些文件 FPGA的项目里头 这些东西 我们也是做一个了解啊 文件锁定呢 这个是跟那个多用户也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暂时可能用不到这个功能 了解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就OK了 这是安装户文件 这是安装户文件 这个我们全都打勾就好了 这个是一些相关的支持 这个是要正版用户 不测以后才会有的 所以跟我们关系应该不太大 所以先不用管它了 跟系统相关呢 就这些参数了 然后我们就注意 精心要了解吧 好了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AT9都学了些什么呢 一个是多变的界面风格 第二个是浮动的工作面板 第三个呢 是多标签的使用 第四个是语言的本地化 但是这个建议大家最后还是把它变成英文的 让我们适应英文的这个环境 然后我们可以开拓我们用英文的思路去思考 因为这个毕竟是老外去设计的 然后一个多窗口显示 这个可能用多屏显示的时候比较多用 我们自己显示器本来不是很大 所以用多窗口显示反而是有点鸡肋的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有多窗口显示 这个效果是相当好的 可能会有一些酷炫效果 然后第六个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 系统相关的设置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一次课 我进行原理图的设计了 我们先预习一下好吗 我进行原理图的设计 我去课计划 我们先预设计